好了 看看 我给咱们小农场设计的logo 不错吧 绿乐园 这漫画标志 为什么是一个农夫抱着一只羊傻乐 齐心协力牧羊的意思嘛 楚牧 薛羊 牧羊 俩人齐心协力 齐齐的齐 栗子姐的栗 就有绿乐园了吗 真行啊 困钱的把这么多人民揉一块儿 还能解释通 我用心良苦嘛 我还正琢磨着 怎么把二妈和三爸的名字 也一块揉进去呢 我要让咱们一家人紧紧地拴在一起 缺谁都不行 永远都不分开 尤其是咱们俩 这个下午都又不收拾 不过了半个钟头 怎么还不来啊 应该快了吧 哎 你们已经到了 哎齐大师 您手上这表是自己画的还是怎么着啊 不仅是时间的 哎呀堵车呀堵车了 好了好了我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女儿琪琪 薛羊晚报的王编 电视台的张涛 你好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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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了好了 你们有些什么想法 就跟他们请教一下 我呢有事我先走了啊 好吧 哎小老头 嗯 你就这么早就走了 这个 哎呀我已经把人都带来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吗 再说了 你们是那些东西我也听不懂啊 是吧我就别先掺和了 喂 喂 哎 是我是我 我正准备过来呢 好的 见面再聊啊 好 看我这忙极了我这 不是晚上来看我的表演吗 你还没喝过我的齐电天下呢 哎呀 你那个表演 我什么时间看不行啊 再说我也还没走呢 好不好 你赶快去跟人聊吧 我就有事先走了啊 就这样 走了 那过去吧都等着呢 那过去吧都等着呢 嗯 好 嗯 谢谢 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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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啊 我心里有点空 想找一下踏实的感觉 我知道在你这儿找得到 也只有你这儿能找到 这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机事 我还有一些话想跟你说 你说得对 我去小吃街提醒你 后来又跟你撒谎 确实是因为心里还对你流着天下 我心里一直就没放下过你 我可以对其他任何人 不掺杂一点感情的就拿来利用 就是对你不行 我所做的那些伤害你的事 其实都是想报复 或者嫉妒你身边的人 不是真的宠着你 别跟我做陌生人好吗 你可以恨我 但是别跟我做陌生人好吗 我心里空的时候想看看你 想跟你说说话 我已经不恨你了 如果心里边还有恨 那说明还没有放下 可是我早就已经把你放下了 不管我们是不是陌生人 我只是不想 不想再跟你这样 这样下去 我知道 真的 对你对我都不知道 我已经找到我心爱的人了 我知道 真的爱上一个人一个是什么感觉了 所以我也知道 过去跟你 咱们一块儿 其实 其实跟爱 我可能没有爱过你 赵文 但是我谢谢你 对我还有感情 所以你想过你要的那种日子 你去追你想追的人都是对的 我祝福你 只是咱们 今后能到此为止吗 我们都过各自想要的生活 成吗 谁 那个人是谁 您的情侣套餐已经上齐了 请慢用 我要吃饭了 这是他们这儿密制的栗子蛋糕 我估计你会喜欢吃 你知道我心里还有你 好吃吗 你是在报复我吗 你要逼我干伤害你的事情吗 我告诉你 赵文 如果你想让自己心里空的那种感觉 再强烈一点 你就尽管去做 但是我告诉你 没有人能逼着你去伤害谁 只有你自己想去伤害谁 我已经无所谓了 既然躲不开 我只有勇敢地面对 确实爱上了 不管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都不会否认这句话 我爱上了 这往事谁又曾提起 再一次 忘去你 这来世谁还能相遇 再一次 能爱上你 你迷了路 找不到地图 这感情的路走得好辛苦 你马上拿着相机到了 找不到对路 这世界怎么变得那么的麻木 你迷了路 你迷了路 找不到来世路 这身旁的人都心痛陌路 你迷了路 在原地踏步 在原地踏步 而她的心已飞到了远处 你迷了路 不是 幸运 是 冬孙月 比这个大炉 中有完美的 你怎么不太高兴 没有 选你转会酷 不行 是因为你老爸的事在郁门吧 你说我怎么会贪成这么一老爸呀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到他都特别后怕 我老是会想啊 要是二妈当初没有带着宠物嫁进我们家 我肯定会变成一个问题少女 说不定还会得个什么自闭症啊 忧郁症什么的 更遇不到你了 你们现在这个家了 我光是想想啊 心里就特堵的哼 好了 别这样 走到没发生的事跟自己心里添堵 别胡思乱想了 不是 你说 他既然那么不适合当爸 也那么不愿负责任 那当初为什么要生我呢 不说八道嘛 他要不生你我怎么办 你准备让我单身过一辈子 人家正在讨伐小小头呢 你突然说出那么一句甜死人的话 让我哪有心心讨伐他嘛 讨厌 不是 其实我觉得叔叔吧 还是挺关心你的 你看 你让他请媒体吧 他立马就把人给你带过来了 还有 上次办画展的时候 也是他主动的波波蜜 给你报道的 他可能就是 还不知道怎么跟你沟通 还有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说 每次见他你干嘛那么凶啊 你就不能好好跟他说话 当然见你能闪就闪了 你怎么帮小小头说起话来了呢 没有 其实我就是 有点体会罢了 我以前和我爸也不会沟通 就算见着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以前我根本不知道 我爸其实挺疼我的 自从你 楚慕文仪来我们家以后 又一起经历了破产的事情 我才慢慢和我爸接触起来 我才慢慢了解我爸的思想 以前除了跟我姐在一起的日子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没有家的人 到现在我才知道 原来我也有家 而且有家 是那么幸福的事 你不是都告诉我了吗 我们一家人 要紧紧穿在一起 却谁都不行 而且永远都不分开 叔叔也是你的家人啊 当然我们也不能缺 你呀 你应该紧紧地把他也穿在一起 我们嘉宾 怎么变得越来越可爱了呢 真让人受不了 好吧 文殿下现在心情彻底好了 那以后 就算是看在你的面上 我先自见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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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就想牵你的手跟您走一会儿 就像大街上那些情侣似的 牵着手走一小会儿 就一小会儿 不客气 除了个栗子姐呀 炒 你这两天 这上班时间不太规范 怎么呢 师弟和楚慕忙得每天 连晚饭都不回来吃 你怎么那么清闲 每天下午四五点就回来了 真行 他们能跟我比吗 我多得玩 就没点别的原因 你真想知道啊 嗯 那我告诉你啊 俩原因 第一 我怕孩子们在外面太忙 你老一人在家闷得慌 第二 我怕我老跟陆湛婷在一块儿 怕你吃醋 嗯 嗯 你明白了 明白了 爽了 爽 洗澡去 哎 哎 哎 我那换洗衣服 你先去一会儿我给你送你 回来了 哎 你什么时候去小农场啊 就这两天吧 我准备明天先给那边一个电话 哦 哦 一块儿回来的 哎 薛洋 你是不是跟他一块儿去呀 小农场 不去了 啊 怎 怎么了他们俩 哦 可能在修小农场的事吧 李子姐 我有事跟你说 干嘛呀这是 文南啊 洗发水没了 哎哎 哎 我给你拿去 嘿 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我早警告过你 你只能把我姐当一家人看 你现在干了些什么事 我干什么了 我就是拿她当一家人看啊 开狡辩 在大街上欠了手奏 那叫一家人嘛 什么事啊 我刚才跟冰窟窟看到你跟宠物 呀 她管她 她总 COVID给你 拥有 谁 一下子 你ária 没看到 昨天才他 我 righteous 肯定了 受这么大委屈 你说呀 我也不想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爱上她了 我就是爱上她了 我一直都在忍 从家里破产之前我就在忍 我一直都不敢让自己对她 有什么非分的想法 我一直都在控制 可是你说我跟她一起 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我们天天一块上班 一块下班 每过一天我就越现在深一点 我早就控制不住了 你看 其实这个东西 本来就很难控制的 我是人 我不是神 我没有那个本事 你有吗 如果你个小疯子 成了法律上的兄妹 你就能不爱她了吗 你告诉我 你能吗 不认为我 真的喜欢上宠物了 我刚才听到 他们的屋子里好像吵什么呢 没有吧 对了 我爸找两家媒体 说是给小农场做宣传 估计正在商量这事呢 商量事呢 你们商量完了 商量完了 行 早点睡吧 好 傻宠物 你的命运怎么这么悲惨呢 我现在特别知道你心里是什么滋味 当初我以为爱上你了 可我爸和二妈还没离婚的时候 我就馋过这种滋味 特别特别难受 五脏六腑天天就跟泡刀垃圾一样 又烫又疼 那时候我还不是真的爱情的 就难受成这样了 你现在是 以后你怎么办啊 宠物 傻瓜 你跟这难受什么劲啊 我心疼 我心疼 我心疼你和李子姐嘛 谈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事 凭什么你们两个全世界 最善良 最值得爱的人 好不容易压伤对方了 却只能藏着掖着 不能好好去享受你们的爱情呢 而且 我特别怕 特别怕将来你们可能会分开 可能会和我们分开 我不要 我不要家里缺任何一个人 我受不了失去你们任何一个 家里怎么会缺人呢 绝对不会 我们也绝对不会分开 我们 我们也没打算把关系 发展到什么程度 这维持现状就挺满足的了 我们只要能跟对方在一块就好 我们也不奢求别的 所以咱们怎么可能会分开呢 家里怎么可能会缺人 你来过来 你 冲了 姐 你那么优秀 其实 能选择的人很多 我不是说褚目不好 自从他们来到我们家里 刻刻板板经历这么多事情 一路走过来 我早就把他们当一家人看 把他当兄弟一样 你们俩 我不愿意看到你这么难受 更不愿意看到你顶这么多压力 受这么多委屈 尤其 连老八难关怎么过都不知道呢 杨 我还记得你小的时候问我 为什么这么喜欢吃栗子 你还记得 我是怎么回答你的吗 不知道 就是喜欢 对呀 不知道 就是喜欢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知道 我和褚目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可是我不想躲开 也不想回避 就像我每天要吃栗子一样 明知道吃得太多 第二天胃肯定不舒服 而且吃得太多 还容易发胖 还要刻意地去减肥 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啊 因为我实在是太迷恋 把栗子放在嘴里嚼的感觉了 是那么的香甜 那么的诱人 其实最重要的 是因为 它是我从小到大 唯一给我这种感觉的东西 所以 我实在是舍不得 我实在是舍不得 我心里有在舍不得 我虽然是在某种 或是我身上的 很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孙部长 你说他刚才发那么大话 这都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长期积累的矛盾 你说怎么呢 这些情况 我都知道 不要跟他一样了 好吧 先回去休息 走 显哥 我觉得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好 那就开始行动吧 董事长 你 这怎么回事啊 我们是来请辞的 这是我们的辞职信 是吧 你们这是想集体辞职啊 对 对 为什么 这是这段时间 我们和周少 在公司业务方面的电话录音 请董事长听后自己判断 我们只能说我们不堪重负 我们不能承受公司订单大幅度下降 是因为我们这些高层无能 这样扭取事实的评价和压力 我们已经尽力了 所以我们集体提出辞职 另谋出路 谢谢董事长 这些年对我们的提起和栽培 我们告辞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主委 孙前 你等一下 这是 这里边肯定是有误会 这样好不好 咱们把事都摆到桌面上 好好唠一唠 怎么样 不必了 董事长 周少已经在那边连续辞退了 好几位万元心里元老级的高层 对于我们也一再地发罪后通牒 所以这里面并不存在什么误会了 我们已经决定了 您就别再劝了 再见 这 诸位 我说诸位 这 是王姐吗 是我 你现在 马上到万元心里 给我主持大局 同时了解一下 这公司运作上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周五号你不用管 我现在马上让她离开 哦 董事长 我知道了 哦 我觉得特别耽误我们的感觉 这种味噌蛮够的 因为刚刚说我们调整这些 我们的手动盘根本不这么像 好 等立了吧 没有 拿到毕业证了吗 讨厌 给 恭喜我们嘉宾大学毕业 你在干什么呢 你治血亲 什么东西啊 你治血亲啊就是 再婚家庭的父母小孩之间 或者是养父母养子女之间的关系 我正在替宠物和粒子姐想办法呢 自从宠物去了乡下以后 咱们就黑不提白不提 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了 可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粒子姐这段时间也只知道工作 话也越来越少了 我看这心里面特别难受 咱们必须得想点什么解决的办法才行啊 那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事儿 说不清楚 赶紧查那么多资料 操作什么有用的了吗 现在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都是明令禁止 你治血亲结婚的 咱们国家呢 对其他几种你治血亲结婚 还是明令禁止的 但是对再婚子女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 我目前还没有查到什么明确的规定 没说让也没说不让 很暧昧 所以 你先告诉我 你对宠物和粒子姐这事儿到底什么态度呀 每次问你你都支支吾吾的 咱们俩要是不能统一意见 还怎么一致对外嘛 我 我这么想的 我以前想 如果我姐跟宠木感情没有那么深的话 还有办法解决 可是谁 谁都想不到她们的感性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其实我无所谓 我只是不希望我姐跟宠木受到什么伤害 特别是我姐 其实我姐心里是很脆弱的 我只希望她们两个能够快快乐地生活 高兴地在一起 我呢 什么都可以接受 什么都可以跟她们一起担着 果然是心有灵犀 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二脉和三把她们之间是怎么想的 走 回家探查她们可风去 哎 我爸可是个传统的人 你千万别乱说话 哎呀 放心吧 我早就想好怎么跟她们过招了 快走 楚慕过两天该回来了吧 实力 怎么 怎么了 孩子挺累的干嘛呀 没有 你爸问你说 楚慕这两天是不是该回来了 你问我呗 真是 我好歹也水满厅中层干部 你虽说是上班 但天天在家呆着呀 我不是有时候就把茬给忘了吗 那成大我明天开始上班去了 不在家呆着了 到时候你不许怨我 你上你的班我绝对不怨你 她应该快回来了 她应该快回来了 现在小农场呢 已经接到了第一批的订单 琪琪跟杨呢 又打算在波波蜜开一场 绿乐园答谢推广会 所以这周应该就会回来参加吧 嗯 对吧 琪琪 我请问你话呢 嗯 什么 你怎么了你 你也累着了 谁累着你了 想什么呢 跟掉了魂似的都 哎 没什么 哎呦 你看那小脸拉的 有什么新事 跟我们说说 没准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嗯 怎么说呢 我啊 有个朋友 嗯 他能爱上他的哥哥 啊 那哪成啊 亲哥哥 不是 不是亲的 他们的父母是再婚关系 就像我跟宠物以前那样 那也不行吧 哥 嗯 啊 这是不是法律上也不允许 不允许 可是我已经上网查过了 咱们国家的法律 对这种再婚子女类型 你治血清 好像没有明确规定不允许 也就是不提倡 主要还是看家里的人 和周围的人是怎么看的 哎呀 他们两个现在啊 特痛苦 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的父母说 他们的父母呢 又特别传统 嗯 嗯 嗯 你们觉得这事 不 琪琪你听我说啊 你既然已经查到了 你治血清这个词 就应该知道它什么意思 你治血清跟血清 在法律上 是一模一样的权利和义务 所以说你那个朋友和他的哥哥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 已经属于亲兄妹了 你想想 亲兄妹结婚 那叫什么呀 那不叫乱伦吗 这绝对不能允许啊 可是 可是这也太没有人性了嘛 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血缘关系 怎么就不能恋爱呢 谁说没有血缘关系就 就可以随便恋爱呀 养母跟养子 养父跟养女能随便恋爱吗 那哪能一样啊 你说的那个可差着辈分呢 你瞧这孩子 现在社会上可有的是 四五十岁的男人娶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小姑娘 你是不是经常听说啊 这种例子少吗 你觉得别扭吗 不别扭吧 他们可也差着年龄差着辈分呢 为什么你要是听说一个养父 把养女给娶了你就别扭啊 我告诉你 法律上的关系很大一部分程度 是道德伦理的关系 对啊 既然属于女智血亲 实际上就没什么差异 所以不管是女智兄妹啊 还是女智妇女啊母子啊 其实都跟亲生的一样 都不可能逾越伦理道德的关系 对 所以我告诉你啊 你赶紧劝你的朋友 感觉跟她那哥哥分手 真的 她父母肯定不会同意的 将来感情深了更麻烦了 可是 可是她俩现在感情 季妾 吃饭吧 这菜都凉了 再说文一和老爸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你回去好好劝劝你这个朋友 啊 吃吧 吃饭吃饭吃饭 来来 吃个下 乖乖 真快啊 咱们已经大学毕业滔入社会了 哎 那这走一个吧 没想到这刚毕业失业这事 也能轮到我脑袋上 可笑 失业 我爸呀 已经把汪捡给调回万元新律了 我这总经理的位置是没了 老爸正琢磨着呢 是把我直接送出国读书呢 还让我去万元总部 从底层作喜 你爸为什么要把汪捡调回来 别提了 来吧 喝酒 你这儿这折腾什么呢 转型找出路呗 波波蜜买不下来 小疯丫头也请不过来 好再这么僵着跟他们硬碰硬啊 这肯定是死路一条 还不是弄点别的呢 最近不是那个小剧场话剧 还有电影特火吗 我跟大叔他们合计了一下 准备啊隔三岔五啊 在这儿弄一个什么电影点映 话剧排演什么的 这是效果呗 哎 你和你们家赵大金牌策划 没事也过来插插插插 对了 有日子没看见你跟生猛女 一块来我这儿啊 你现在心这么烦闷 她怎么没在你身边开导开导你 别跟我提她啊 呦 怎么了 闹别扭了 上酒 看这架势还挺严重 你们俩该不会是分了吧 谁是我们俩在一块的呀 我就是跟她玩玩的 什么叫分了呀 周浩 跟我玩去的没劲啊 闹了半天 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 不光是为了公司的事啊 果然被我猜中了吧 我从来没见过你为哪个女的这样过 周大少 你该不会是真的爱上那圣猛女了吧 啊 不是吧 真的爱上了 特别好笑吗 不是 我是高兴 真的 我是高兴 你高兴个屁你高兴啊 你跟我玩虚的是吧 不是玩虚的 你爱上谁我不关心 可是 你会爱 这事我特高兴 今儿也不怕跟你说点实话 其实当初薛家破产的时候 你那么招对薛阳 我看着挺心寒的 不管你们家跟薛家有多大的仇 人家已经破产了 该结的 就应该结了 薛阳跟你就算不是朋友 那好歹也是在一起吃喝玩了这么多年的熟人 总不至于 那么着对他吧 人都是有自保心的 天有不测风云 我也说不好 我们家哪天会不会遭了薛家这种难 到时候 你会不会那么着对我了 所以 没看出来吗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尽量地绕着你走 可是今儿个吧 其实听说你会爱 不管爱的是什么 终究是爱 有爱 就说明你还有人味 有人味呢 你就还值得叫我 真挺怀念个薛阳在郊外飙车的人 挺好的 挺好的 谢谢 你就别说这个了 李子姐 我什么忙都没有帮上 反而让你更添堵了 我 我 我可悔死了我 谁说你没帮上忙呀 其实我一直很想知道老爸和文一的态度 你今儿不就帮忙让我知道了吗 虽然这个结果我早就料到了 可是能够听他们当面说出来 就更确定一点吗 这样我的心里就有底了 可是 那以后你们怎么办 你们两个真的很想帮我们吗 那当然了 那当然了 那我们定个口头协议好不好 你说 好 让我们回到以前的日子吧 我和楚慕最喜欢看一家人热热闹闹 说说笑笑地过日子 现在这样不好 我们会很累 你们就更累 让我们回到以前吧 回到你们两个不知道我们秘密的日子 不管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要把现在的每一天过到最快乐 反正该来的总会要来的嘛 我们何苦先把那个坏的结局拿出来 天天折磨自己呢 我们可没那么傻 对吗 拉钩 两位 表情不对哦 对了 等楚慕回来以后 你们俩也得跟他拉一下 绝不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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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说他呢 他就来了 喂 我们两个还有事情要呗 你和楚慕慢慢聊 进 慢慢聊 好 喂 那边还好吧 一切顺利 你看得我给你发个照片了吗 看到了 琪琪已经把它都贴到网上了 你那边不能上网吗 我正让他们拉网线呢 我也着急 要不然这会儿我们就能视频了 我都好长日子没看见你了 你过两天不就回来了吗 那下次 你就能跟我一块过来了吧 嗯 我已经跟陆总打好招呼了 对了 我今天让工人 一人两颗特号的栗子树 到咱们基地了 我亲自给他们添的土 以后我就准备专门 负责他们俩的养殖了 给他们最好的有机肥 最好的山泉水 一定要把他们养得 比野生栗子还好 估计明年这个时候 你就能吃到我 为你亲自种的栗子了 明年啊 好啊 怎么了 你嫌慢啊 嗯 我已经等不及了呢 哪个我想 给你吃的栗子 必须得保质保亮 一分力气 一分时间都不能省的 你放心 等你吃到最栗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这等得实在是太值了 我保证 这肯定是你吃过最好的栗子 嗯 我相信 所以我就等嘛 初 με 呀 像是什么 Chronicles 晚安 晚安 晚安